台中污日 新兴路发生大火 汽车材料厂全面燃烧 现场浓烟直窜天际 远远就可以看到 为了避免火势继续扩散 消防队共派出23辆车 跨越9个分队支援灌旧 后面这里我们整个烘烘了 火势波及后方另一间工厂仓库 附近民众赶紧拿破坏简 协助消防队进入近距离抢救 铁皮厂房内熊熊火光 消防队破窗从不同角度灭火 人车到场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新兴路第一面 那个汽车材料厂已经起火了 那我们不选的时候 就已经延烧到公园三街的128号 起火的汽车材料厂 当时并没有人在屋内 新的材料有一些什么东西 当运作的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 都是经态的 整个厂房复制一具 业者出股损失5000万 不幸中的大幸还好无人伤亡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导 任意 我 感谢观看